Hello!HFA澳洲尹城 前幾個星期已經去過這間日式的傳銷居住屋吃東西 但當時聽到老闆說在店內會略為裝修和會阻礙少改動 究竟改動是什麼呢?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 其中一樣就是門口的桌子轉了好像可以做BBQ 而吧桌子上就好像裝了排燈 別說太多,先做一杯Asahi黑啤酒 還有一杯梅酒 燈光好像較暗了 而店舖有一部牆就貼了這些Poster 還有做了上個燈籠 但最重要都是食物有沒有保持水準 我們就叫了麵豉湯 先來一些枝豆和薯仔沙律 這個就是牛舌串燒 接著就是雞軟骨 熱辣辣的就是肉籽燒 熱辣辣的就是肉籽燒 再來我最喜歡的燒雞翼 這個上次沒有叫的,是燒帶子 這個也是燒雞皮串 這個也是燒雞皮串 這個雪乳串好像燒焦了一點 還有和牛串燒 當然要吃點菜 總括來說,裝修是一些小改動 食物味道沒有改變 但是尺寸和份量 我覺得好像縮了水 但如果想在色尼找到正宗的日本轉銷居作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可以選擇 好了,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SHARE這條影片出去 給點comment,按下鈴鐺 如果未訂閱HFA澳洲韻食的朋友 就快點訂閱這頻道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